恭喜你发财 恭喜你精彩 虎年你走过来 虎年说拜拜 哦 有你更精彩 好 时光飞逝 岁月如梭 一不小心又过一年了 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展红兔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要精准抓住基本盘 学会分析用户通点 击穿用户心思 别他妈废话 还有下一个环节等着吃饭呢 快点啦 快点啦 接下来的内容呢 是我们和观众一起完成的产品评分榜单 来看看吧 2022年TESTV主观综合评分 8分及以上的产品有 索尼 XZ1C 8.5分 苹果 AirPods Pro 2 8.25分 阿迪达斯 RPT-01耳机 8.2分 深货 Liberty 3 Pro 8分 电动喷壶 8分 正号 River Pro 户外电源 8分 火 耳机出场率这么高 电动喷壶 户外电源也在榜上 这榜单有品位 平均三大爱好 谁不知道啊 去救你话多 是吧 2022年TESTV主观综合评分 4.5分及以下的产品有 米家眼镜相机 未打分 电动修足器 1分 Moroat壁画歌词音箱 4.2分 原理吹风机 4.3分 便携式速干机烘干筒 4.5分 宜家瓦波比 便携蓝牙音响 4.5分 Nothing phone 4.5分 Nreal Air AR眼镜 4.5分 你们觉得这些产品怎么样呢 都不要了 他妈的能有创新吗 啊 能有吗 日雷哇 推推 能有 但是不能有多嘞 一言难尽 还是来看看接下来的榜单吧 2022年观众评分 8分以上的产品有 Sony XZ1C 9.2分 苹果AirPods Pro 2 9分 Mac mini 8.6分 小米12s Ultra 8.5分 大疆Avatar 8.4分 小米MIX Fold 2 8.15分 大疆Osmo Mobile 6 8.08分 哇 这么多手机 我看还有谁 说我们不做手机的 生活有限 竹马有限 我们还是得多整点新奇有趣的数码产品 继续陪伴大家 好 把布魯克斯尼特斯V打载公平了 我们索尼手机双榜第一 但是没人懂啊 这怎么办啊 根本没人讲这个东西 哎 这刚好有个人来用 哎 你这手机怎么样啊 观众朋友们 我想死你们了 谢谢大家的厚爱 大家都知道啊 TESV还留着是吧 看一下现在这个榜单里 唯一还剩的就是这个产品啊 也很感谢大家跟我一起 见证一个老产品的新价值跟生命力 虽然这个奖项没有任何奖金 但是我还是决定给自己奖励一副新耳机 2012年或许我和大家都经历了非常动荡的一年 所以我希望2023年就是 大家都能身体健康 逐渐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哎 你不是那个 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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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怎么回事啊 2022年观众评分4.5分以下的产品有 原理吹风机1.9分 米家眼镜相机2.42分 便携式速干机烘干筒3.43分 小熊早餐机3.5分 OPPO Pad4.1分 华为Pocket S折叠屏4.11分 苹果iPad 104.36分 MoralArt壁画歌词音箱4.4分 群众的眼睛真是雪亮的 这几个坑我们帮你躺了 2022年主观评分与观众评分 差距最小的产品榜单 小米12 Pro 差距0.1分 AeroBand 空气鼓棒 差距0.08分 索尼 A7S3 差距0.05分 Olequs 折叠小型衣物烘干盒 差距0分 汉印 MT800打印机 差距-0.1分 看到这个榜单呢 我很欣慰啊 你怕是年纪大了看啥都欣慰吧 配音君的意思是 我们的评分和观众的评分一致 也就是说观众和我们是臭味 不不 是秩序相投 诶 还是男后期懂我 你的年终奖有了 哈 TESTV回雪榜 2022 年依旧是自费体验 没有商务的一年 全年一共 파出17 件产品 其中 TESTV最高回雪率产品 奥克思小冰箱 购买价格318元 P mapaする价格303.35 回雪率95% TESTV最低回雪率产品 EcoFlow蓝移动空调 购买价格10499元 爬出价格3803块3毛 回血率36% 经过三天紧张的观众投票 TESTV2022年终大投票落下帷幕 一共有3325位朋友参与投票 谢谢你们的支持 下面开始颁奖仪式 入围观众最喜欢的值不值得买的有 值不值得买第554期 索尼XZ1C 值不值得买第548期 阿迪达斯RPT-01 值不值得买第574期 AVATA 值不值得买第571期 小莱充电宝宇宙 值不值得买第564期 小米12S Ultra 751票 占比22.6% 优秀的产品不需要别人替它表达 它自己就会说话 这样一步看起来像相机 摸起来像相机 甚至还有着卡片机大小传感器的手机 你一定不是买的 我就拿它扫过 在里面看起来 入围观众最喜欢的BBT的有 BBT-366期 浪漫的户外星空露营 BBT-359期 充满人文气息的重庆扫街 BBT-353期 新年第一天登高挑战 以及BBT-378期 买不到iPhone 14 Pro的一天 获得第一名的是 BBT-366期 户外星空露营 1171票 占比35.2% 和你看星空 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但最重要的不是看到 而是和你 永远在路上 整天都乱我运营 有什么好运营的嘛 星空BBT那一期 编导都跑路了 我个运个屁啊运营 诶 你谁呀 你坐我客厅干嘛 啊 要不你睡这儿啊 我不来 我这半年缺少安全感 我得靠墙睡 诶 你是不是那个TESTV的 什么 小帅哥的节目获奖了 他凭什么呀 他有那个实力吗 啊 一整年星空都没拍到 他获奖了 还有王法吗 还有天理吗 诶 要不明年 你把我招过去 我不带你们拍星空 你叫我口号给他 星空银河 自在必得 招我 没错 走走走走 入围2022年度奇葩产品的由 值不值得买第546期 AeroBand 空气鼓棒 值不值得买第547 内衣烘干机大赏 值不值得买第567期 Ecoflow 蓝 Wave 户外空调 值不值得买第549期 壁画歌词音箱 值不值得买第535期 魔镜 Feature Mini 获得第一名的是 值不值得买第549期 壁画歌词音箱 956票 占比28.8% 不能挂墙上的音响 不是好壁画 入围最佳人气奖的有 黑音君 男后期 女后期 舒敏 LOOK 他是TESTV当之无愧的影帝 被网友评为数码红金宝 更是TESTV的技术大佬 他就是 男后期 1551票 占比46.6% 你是不是啥漂亮 你的年终奖没了 没有啊 裴英君 这真的是网友的选择 不信你看弹幕 入围2022年 最受喜欢的小姐姐的友 甜美可爱的包包 帅气美丽的爷子 酷甜酷甜的小李子 笑起来让人心动的元宝 获得第一名的是 包包 1680票 占比50.5% 怎么又是我呀 我包包包来 应该怎么报答我呀 观众朋友们 新的一年你们就想我 多出镜还是多演戏 还是多当模特 这词不对啊 谁给我写的 入围2022年 最佳周边的友 擦镜师傅 杨高荣冬季外套 iPhone 14系列 Panda联名手机壳 起源系列 木质增高价 探索宇宙系列徽章 获得第一名的是 擦镜师傅 607票 占比18.3% 擦屏幕 擦眼镜 擦镜头 万物皆可擦 我眼睛呢 你眼睛去吧 手指是镜片的天底 但是有了擦镜师傅 指纹 不堪一击 诶 师傅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年度大冤冢奖 他 买了一个相机 卖了 又买了一个相机 降价了 买了无人机 炸鸡了 2022年度 大冤冢奖获得者 卢克 不是 你们认真的吗 我这叫冤冢 我这叫什么 我这叫优化产业结构 那个旁活手头资源 那不就是什么 换机加降价加炸鸡吗 玩技能的事 那能叫炸鸡吗 你知道什么叫刷锅吗 你知道什么叫破S吗 真是的 你啥都不知道 还好意思说我炸鸡 那真的是 你飞机坏了 你就知道用什么 DJI KIA拿去售后 你自己会动手修吗 我们的穿越机 自主的 知道什么叫自主吗 就是有个性 买个整机 啥都不会 啥都送我 牵手观音奖 她会后期 会周边 还会演戏 暴躁时天雷滚滚 安静时寒情默默 拍戏中戏精附体 获得2022年牵手观音奖的是 女后期 感谢大家让我获得这个奖 首先获得这个奖呢 我也是诚惶诚恐的 但是 神之名归 而且没有一点点的黑幕 难道是别这样 别这样 没有 别这样 哎呀 小事小事 功德奖 秉着自愿原则 TESTV成立了功德乡 要做情绪的主人 没有一人出口成脏 就视为拿出一元 用作共同活动开支 在共八位成员的功德乡里 有一个人独占半壁江山 他就是女后期 怎么他拉的是女后期啊 榜一大哥奖 TESTV发展至今 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你们就是我们背后的男人 他多次出手 帮助我们更好的发展 让我们能坚持某宝 发电 视频三条腿走路 下面 我宣布 榜一大哥获奖者分别是 Special 919 皮皮卤 聚机号 我们在这里特别邀请到了 聚机号发表扩奖感言 请问你是怎么来到TESTV的呢 首先我是自愿的 其次我也是自愿的 所以呢 那就要从一次很久很久以前打卡的经历说起 老许 今天咱们的铁丝聚聚好呀 东西准备好了没 那是当然 走 有人再敲门走 欢迎欢迎来我们先签个字啊 再盖个单 这干啥呀 哎呀不用管这是例行流程 来来带你参观一下 这都是来过这儿的铁丝们 你看看 没有了没有 到时候 所以这就是我来到TESTV的故屋 欢迎淘宝店 Special 919大哥 欢迎为爱发电的皮皮鲁大哥 我们的大门 永远向你们打开 最佳外出取景地奖 这一年 我们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圈 离开了仙女山 向新一代TESTV取景地进军 风吹凛 下面 让我们欢迎获奖者发表感言 过的我觉得其实 就是喜忧参半吧 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 过得很复杂吧 感觉二年过的就是非常的 对我的生活来说 我感觉一团乱麻 一团乱麻 就是直到二年的最后一个月吧 才开心一点 就是那天 然后我陆克 然后佩英俊女后妻 然后跟德高小帅哥一起去吃饭 那天其实我一开始是 就是我那个车上牌的时候 然后那个4S店的工作人员 把我的资料搞掉了 我很生气 但是因为我跟他们一起吃饭嘛 大家都回来了 然后那天就疯狂想哭 疯狂想哭 那种感觉 就那种感觉特别好 我感觉大家都回来了 然后我也感觉 公司要起来了 至少是一天会比一天好了 然后我就特别开心 大家好 我是TESTV的运营 然后我就想说 其实我是9月份的时候 来到这个公司的 在来之前 这个频道怎么 怎么这么多黑掉啊 一个二个的 怎么这个跑路 那个跑路是吧 后来我在慢慢的接触中发现 这其实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包括跟网上的传的大多数的东西 它也不一样 严格意义上 并不算是一个铁丝 因为我可能之前只看过TESTV的几期节目 我觉得我对这个 就比如说佩云军的 他的一些理念呀 就是说我们不掐饭 最开始我也不理解 为什么不掐饭呢 几百万的粉丝是吧 你掐一单饭可能好多少钱 是吧 就我们的生活命运 就可以过得很滋润 但是呢 后来就在一些事情的接触上 包括我们给大家准备一些周边 然后拍节目 包括女后妻她自己买衣服 我们我或者说 我自己去买产品的时候 我在网上搜索 我会发现 怎么这么多 都是吹这个产品啊 但是我实际买的时候 并不好啊 那这个时候我就体验到了 佩云军说的 我们为什么不掐饭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真的很难能可贵 TESTV成立的时候 就有这么一条初心啊 不掐饭 如果说你打开视频看到的都是广告 你一定不太开心 你一定想在里面找寻搜索一个真实的声音 所以其实我们所秉承的就一直是真实 商丹为什么叫商丹 就是你简单讲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你得说商业的目的的达成这个目的的话 我们其实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有一个模式养活着自己来做我们想说的话 希望这一个模式能让我们探索出来 就目前我们现在探索出来的这个经济来源 就常说的三条腿走路 第一个喜欢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 然后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的小伙伴 这是一条腿 那么就是说的那个一键三连 第二条用爱发电 我们也在用爱发电 你也在用爱发电 对吧 天桥卖艺 那么第三条腿 生产很多的周边产品 淘宝上搜索店铺 TESTV值不值得买 现阶段把它看作周边 而后续我们希望它是一个能够去充满你的生活的一些生活用品 让你觉得它真的值得买的这么一些周边产品 有可能我们会生根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 有可能再发掘新的 尽所有的力量 去维持这一片纯净的天空 二十三年我就好好跟你说一下 二十三年我们要出去玩 杀了欢了出去玩 就是要出去玩 玩 这是我2023年特别向往的事情 肯定还是想给大家做节目 分享一些好玩的东西 然后具体的方向的话 其实还是大杂会 然后大家互补 然后也可以一起聊聊稿子 这样子碰撞出来的东西肯定会更好 铁丝的界面会 我也想赶紧各个城市搞起来 绿越形我们得做起来 然后也希望大家一直陪伴着我们一起加油 然后后面我会尝试写更多的稿子 电商这一块 然后也会就是更加的去努力去精进一下 那我在2023年呢 我也希望我能够做出更多的一些节目吧 2023年呢 我觉得这个团队已经非常OK了 就是很棒了 想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TESTV 整个团队的经济给它往上提升一下 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简单讲就是给它赚点钱 让大家的生活都有所改善 那么在这里呢 祝大家新年快乐 和家幸福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发大财是最好的 还是希望大家注意身体健康 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祝大家越来越好 吐点打击 这一期节目呢 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感谢大家一年的陪伴 2023我们一起努力 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陪你饭好喽 来一半喽 来来来来 辉煌一个菜 回锅肉 这个费果肉 身体是特别的好 来干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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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来干个干个干 今天快乐 我们ion team 很别 Huh w test way 帮你try before you buy 适度倾斜资源 为节目护富 不能 你有言它是一个圍巾吗 哎 但是 representation 其实它是一个披风 坐大坐强啊 超人 你们说怎么语音 他编到一个 哈哈哈哈 对 我爱语 哈哈哈 但是 十字名归 啊 这个一点点我是怎么冲上来的 他就贏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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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干嘛 哎 手好吗 这个第一句话我要撒水 噓 感谢大家让我获得这个奖